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代表包括我们休斯顿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德州的第18国会选区 而在市长的决选当中 他以36比64的大幅差距 输给了另外一位同样是民主党的对手 这是John Whitmire 也让Sheila Jaxlin 他想要成为我们休斯顿第一位非洲裔女市长的希望 也就破灭了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华盛顿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 两个人会有一场激烈的竞争 但是两个人都有可能 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度入主白宫的重大弱点 在拜登81岁了 竞选连任最大障碍包括了经济的表现不好 和美墨边境安全犯罪问题都让人引以为忧 大约45%的受访者认为 川普是更善于处理经济议题 拜登选择者只有33% 而川普的优势似乎也展现在犯罪和移民问题方面 那么在明年 川普也面临了一系列的审判 现年77岁的共和党籍 前美国总统川普面临四项形势指控 民调发现如果在明年11月5号大选前 他遭到定罪 有可能会导致他失去大量的选票 根据民调的结果 在拜登和川普的正面对决当中 川普以2%的微弱优势领先拜登 整体来看 许多选民对拜登和川普可能再度对决 态度还挺冷漠的 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则说 他们是不满意美国的两党制 希望能够有第三种选择出来 朋友们你觉得呢 是不是应该有第三种选择 但是现在的两党制 现在的这种在电堂 政治电堂上的情形 的确是让民众相当的不满 另外我们看到和儿童有关的 华盛顿州有民众告到最高法院 要求推翻当地禁止 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倾向的 或者我们说这个变性 这个法律这样子的治疗 但是高院现在拒绝受理 意味着这个相关的法律 是可以继续执行 华盛顿州是在2018年 实施法律禁止职业的治疗师 以专业身份向18岁以下的民众 提供相关的变性的治疗 而现在我们则看到 现在也有民众要上诉最高法院 要求推翻在当地禁止 向未成年人提供 这个关于变性方面的治疗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YouTube 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都用你们也用 但是在关于他的使用的频繁下 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呢 看到华府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昨天就公布了一项 有关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 和网络习惯的调查 显示美国青少年 对YouTube和TikTok 特别情有独钟 将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说 他们几乎总是在使用 这两个媒体 这两个软体 那么这份调查也显示 在现在Instagram TikTok Snapchat YouTube 是美国青少年 最常使用的在线平台 至于脸书和Twitter 或者现在叫X呢 已经不像十年前 在美国青少年中 那么受欢迎了 所以超过15%的美国青少年 现在是重度的沉迷 YouTube上面 接着看到呢 这是关于在马省国民军特谢拉 在社交媒体泄露了机密情报的案件 军方就在昨天公开了调查报告 也批评涉及这个事件的102情报支援中 对缺乏监管而且存在自满的文化 容许官兵不需要监管就能够取得机密的档案 所以呢 在现在呢 这一个事件 现在大规模泄密案之后 在美国空军要惩戒15个人 接着我们把新闻来看一下 这是在我们的购物方面咯 要提醒朋友们咯 不少的民众会在圣诞节购买礼品卡 就是我们讲的gift card 和这个送给家人 送给亲友 甚至于自己多买一点 因为可能这首买礼品卡 它还有更多的折扣优惠 所以等于赚到了 就会多买一些 但是呢 不法之徒却会趁机骗财 篡改或者捡走礼品卡上的条码 从而盗取它冲到卡内的款项 那么因为如此 警方也在这里提醒 全美的民众已经购买 或者有意购买礼品卡的人 必须要提防 留意这些gift card 是否有被篡改的迹象 所以要提醒朋友们 这一方面提醒您多为注意 在现在呢 警方已经发现了 这种诈骗的倾向 好 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巴尔地摩 这个county的警局 也在昨天提出了警告 主要是针对亚裔伤人的 入室盗窃案 在当地有所增加 似乎成为全国性的趋势 警方说 窃贼会闯进受害者的汽车 或者跟踪他们下班回家 找出他们的住处 然后趁受害者上班时 到他的住处入室盗窃 所以要提醒朋友们 他们针对的在现在 是以亚裔 亚洲裔的商人为主 为他们的目标 所以也借这个新闻提醒 在我们在休斯顿 大休斯顿里边的老板们 商业老板们 请你们要特别注意 这一方面的安全 好 带给朋友们 这就是在今天 我们的五件新闻 后面见会朋友们 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那么接下来 今天是星期二 下边我们还有和 吴哲芳 吴博士 带给您的有机原地 而在休息以前 再度和朋友们看一下 提醒大家关于 我们在明年1月6号 7号为朋友们 安排的一个特别的座谈会 大家不要忘的一个座谈 这一个是2024年的 特别的一个座谈 由专业心理医师 来分析情绪压力 还有对于相关问题的因应 那么由德州中文台 和林心慧教授所安排 要请预先登记 我们要保护 就是因为个人隐私 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 公布这个座谈会的地点 和缺切的时间 时间是在1月6号 还有1月7号 1月6号针对高中和大学学生参与 是英语座谈 讨论的包括分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面对压力的处理 自杀意识的了解 情绪和行为问题方面的解答 那么对于高中以上 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们 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他们可能没办法跟家长 跟老师沟通 但是这一个讨论会座谈 是保护他们的隐私 只有学生参加 父母不能参加的 只提供给学生 而且需要事先登记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一直在这里 就是提醒大家 这一个座谈 请您把相关的讯息 我们在主页面 有英文跟中文 把这个讯息给你的孩子们 他们也许 对于他们周遭的朋友 需要同样的帮助 他们也可以提供 提供这样子的讯息 欢迎他们电话先登记 我们会一一个别通知 这一个座谈的 确切的地点和时间 那么第二天的话 则是就是星期天 1月7号 这个座谈专门针对父母们 那么也只限父母们参加 同样的邀请参加的朋友们 请先电话登记 也一样保护各位的隐私 所以不在节目中宣布 就是在父母们的 这个座谈会的地点 将会是两个不同的地点 在星期天父母们的这个地点 在这里心理医师 也要和父母们来了解 怎么样子你能够和你 这个成年子女 能够帮助他们来改善 他们的心理健康 你的高中以上或者大学的成年子女 他们在心理上的这个压力 情绪上的压力 他们这样子的方面的需求 你如何能够和成年子女沟通 能够来帮助他们 也分析就是你看到的子女的压力 和他们的行为 你对于你的孩子 他的行为 他的情绪 他的表现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 那么是什么造成的 你要如何来解读 你都可以参加1月7号 这一个座谈 我们一样提醒您 就是在7号的是以中文中英文 在6号的针对学生的是英文 所以提醒朋友们 请您先电话登记 713839-1880 713839-1880 好 这个讯息我们将会在节目中 不停的播出 因为我们也看到近来 在新闻之中 越来越多的这种 就是青年的孩子们 他们在压力方面 情绪的管控方面 压力的舒缓方面 心理的 这个很多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 这样子的安排 能够协助 最起码我们能够知道的 我们能够 碰触得到的 这一个族群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放心的参与 不会受到 就是隐私暴露的 这个威胁 好 这个讯息再度带给大家 那么下边的节目 也欢迎您 我们休息一会之后 一块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